一頭俐落短髮 皮膚白皙 穿著圍裙 在廚房裡忙進忙出 但老闆娘看起來 怎麼有些眼熟 越南籍女星 阮氏翠衡 不僅會演戲 還擅長做素食料理 台灣的芋頭很香 很香 重點呢 就是這一鍋煮完成了 我們要加一個東西 台式越南咖哩 將芋頭 馬鈴薯 香茅 放入鍋裡 加入咖哩 真正香氣 立即撲皮而來 一鍋熱騰騰的 南洋素食咖哩就上桌 越南的料理 跟台式的差別 就是它的香料 比如是我們的 越南的料理 會有用香茅啦 還是香菜啦 九神茶 就是讓它可以 那個香料濃濃的 還有一些比如是 咖哩的話 我們會有用椰子薑 還有香茅 就是燉 味道就是跟所有 全世界的咖哩都不一樣 來台二十年 定居基隆 除了演戲之外 熱愛素食料理的他 將一道道家鄉美味 精心改良 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希望讓喜愛素食的朋友 能夠品嘗 越南料理的美味 因為越南nic子 市屬於 比較 甜 滴 咸又甜 所以我在台湾的话 是比较清 比较淡 那我会调 有没有那么咸 也没有那么甜 这可以融入台湾人的口味 不能太甜他们不敢吃 太咸他们也吃不下 我也自己也是有那个感觉 阮氏翠衡因为拍摄八点档戏剧 近期荧光幕上都可以看到他的演技 也让许多顾客慕名而来 第十次来法 比较偏向法国面包 烤起来那法国面包比较酥脆 口感满 然后越南春卷那种比较清爽 算是比较不会 可是有香茅的味道 还有咖喱的 很有酱酱的味道 放下剧本 在餐厅里忙进忙出 凡事千里轻微 虽然经营餐厅不容易 不过软式脆衡 十分珍惜 希望将家乡料理的好味道 和台湾人分享 记者黄少鸣介绍报道